在高雄有一位六十几岁的蔡姓男子 七月底的时候因为工作 不慎从两公尺高跌落 当时是送往民生医院救治 一开始是相当稳定 不过在三天之后 他人开始出现了不舒服 家属控诉一开始 医师的判断是心脏疾病 但拖延了九个小时 转诊到种种 才发现原来是肠胃道破洞了 当下紧急开刀 但最后还是回天乏术 而针对这整起事件 家属认为是延误救治 现在气得抬关抗议 警察差点拦不住 一群人披码带哨 还有护车运官来到医院门口 就是要逃公道 没想到原本要抬关抗议的官幕 都还没出动 就提前被扣了起来 家属情绪直接失控 不忍了 面对警方大声询问 更是差点出现警鸣冲突 再讲一遍 整米的牵引 点点点 压抑不住怒气 因为自己家人疑似遭到医院 延误救治 我爸爸摔伤了给他们做检查 但是他们只有检查到骨科的部分 结果肠子破裂 他们居然没有检查到 之后他们绝对没办法处理了 才让我们转到龙肿 原来口中六几岁父亲 七月底因为工作 从两公尺高跌落 送往民生医院 没消到三天后 人却出现不适 家属控诉 一开始医生出胖为心脏疾病 结果拖延了九个多小时 转整容肿 才发现肠胃道 有两公分破洞 开刀依咒 回天法术 我们最大的诉求就是 他要给我们道歉 太太的弟弟 他本来也是我工厂的副厂长 控诉过程 还是忍不住哽咽流泪 前前后后和民生医院 进行三次协调 都没有结果 也闹到卫生局亲自出面 家属的主张之下 那我们也认知说 这个就是一个 两兆双方认读的问题 是不是医院真的有疏失 11号将在召开调处会议 而毕竟亲人失去宝贵生命 这笔公道 说什么都要讨 记者高雄做不到